在三次天左右 有事故發生三次天之內 它是站在國際上 國內十號服務 兩、三、五 非常幸福 叫哈記進度報導 到目前為止是事故發生 這一架飛機 它的剛開始跳出來 讓飛行員知道的是 二號發動機有問題 接著我們看到一號發動機 二號發動機沒有處理 但是一號發動機 慢慢它的油門被收掉之後 最後變關斷 把一號發動機做了關斷 到最後這段時間 剛才我們在CVI有聽到 主員在說要重新啟動發動機 RESTART要重新啟動發動機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一號發動機才開始有一些 其他開始的動作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讓出來一個位置 讓指定長這邊比較好 到了54分的09秒的時候 主員他們在呼叫說 要重新開車 因為這個時候是 一號發動機已經被關斷了 所以他希望重新開車 然後這時候 飛機還是進入到了 幾次進入到了 時速警告聲響 然後主要的這個 Mass warning有聲響 接下去就發生了 不明聲響之後 就斷電 那這應該是我們從這個CVI裡面 揭露出來 整個事件發生的順序 我看一下 這個 兩句都沒有產生馬力的時間 大概長達多久 兩句都沒有產生馬力的時間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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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